欢迎收看《理财想法》这个环节 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成家博客导师林sir 帮我们透过不同的个案 拆解一下投资的部署 林sir 今集的个案事不宜迟 请他出来介绍一下 因为挺直接的 他有一个车位 现在的市值大概是200万左右 每个月都有收租的大概是3500元左右 现在应不应该卖了这个车位出去 可能见到现在有价有市 而卖了出去之后 那够钱可不可以做其他的部署 或者是例如买煤气的股份呢 煤气的股份我想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挺特别的 广广阵阵阵 除了很多客人 大家都会用到之外 还有他十送一鸿股的派息手法 都多年为知人称裕 也很多人觉得赚好 先讲讲他的操作和为什么 我猜这个级是吸引了毒者的原因 可能有些朋友未必知道什么十送一鸿股 其实每年都能维持有息派的 但是他派息的方法就不是派现金的 那是怎样呢 首先就是利用一些会计原则 将公司的股本调整和另外的股数增加 因为一家上市公司 可能他有1亿股 其实他可以调整到1亿500万股 当然我留意调整多股 其实每股的盈利会下跌 每股的股东的应佔日利会降低 但怎样都好 他调整了多组股份出来 就可以以股代息 将那些股份派给股东 而那些股份虽然是税股 很有机会 是可以在市场卖出去的 因为煤气一股 在香港仍然是14至16元左右 现在 变相是否可以以股代息 而这些操作 我们称为派红股 也认为用现金派息是无异的 不过这个好处是本身 一家上市公司 不需要在他的户口 拿现金出来派股 令到派息 令到资金需求减少 另外煤气有一个特别现象 就是每次派人息之后 就会随息 虽然是派股 那股价会下跌 但过往很多年 其实股价下跌 也不久都会买起 所以这两个双赚 因为股东收到一些钱 虽然是股票 而上市公司本身 也不会因为增加股份 而令到每股价值被摊薄 市值被摊薄 但问题是 你没有看法 未来我相信 这个做法会不会 就像以前那么顺畅 本人是有怀疑的 原因一流二和煤气 现在的息率都低了 去到两厘二一 年息 其实现在定期都在做两厘左右 所以相对这个会对煤气股价 构是压力 但另一个问题 现在去到年底压力还是压力 但其实公用股 在2018年的4月至6月 是炒起那一阵 中电就升到90元流上 而煤气就升到16元流上 正因为过度炒作 其实支持很多位息 或者位价也好 注入的股东 其实都在面暂时蒙受损失 而且这是一个其中 不理好的因素 煤气股价以下的发展 第二就是 其实煤气支持派人息 这个股价都被人买起 因为它每次可能14元派息 除完剩之后 只剩13.5元 假设 但是外面那些人 觉得13.5元也好 划算又买起它 但是这一样的现象 我看法就只是会在市况好的时候 才会持续到的 因为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去投资 总结是面对两类风险 一是公司风险 二是市场风险 总共是买股票的风险 什么公司风险呢 就是自己的公司经营 有没有利润 或者有没有经营得不好而产出的风险 市场风险就跟公司本身无关的 例如大围 例如大围全香港经济不好 或者大围这个市场是战乱昏云的 就当煤气这间公司经营得是一样 但股价仍然会跌 大家看到香港 尤其是集中说煤气的股票 它的公司风险的估计是没有大变的 因为大家仍然用煤气 但是市场风险 自一百年第四季 一般的投资人都会要求更高回报 才会够胆拿一些钱在股票市场博 而很多人都是risk at risk 就是在一百年第四季风险抗拒 正因如此我看来时 而应该未来这一年 那些人是不会这么积极地将煤气股价买起 如果卖不起 即是那些钱就是煤气派到控股 然后就随息 但是股价买不起 再越派越削 股价就会越来越不走好 当然如果煤气有其他新增的利好因素 说不定股价会升 但暂时未见 所以这样说就主要想提提论者 他的如意算盘就未必是打得响的 即是说不要说煤气 其他的股份或者股票都是 永远都不会有一个长升长有 分分钟可能会赚息虚价 我个人来看其实股票有它的好处 是 但是你问我股票会长升长有 我个人对这个东西是否定的 虽然各下大家会找到很多例子 例如长刹 他当然是长升长有 很多年了 但是问题是 其实生意是一个生命周期 其实和人有新老病死 买股票我觉得最应该的 就是去捉它的爆炸力 即是一个生意 由小慢慢做大 那一刻的爆升力 而那一刻的爆升力 往往在几年间就会用完 那因为生意做得大 自然竞争对手多了 又令到每个产品流的赚价 获利能力低了 或者公司大了 管理又难了 这样 山头主义多了 所以其实生意是 你问我长期持有 因为为什么突然说到生意 因为其实买股票 就是买一间上市公司的生意 那所以其实我就不建议 买股票长期持有 另外 一间上市公司 如果你买股是为派息的话 你留意到上市公司 如果是以派息为主 他派现金出来派得多的话 自然就少了钱 去再投资未来的业务 投资不到他未来的业务 他的股价就自然不升 所以股价上升 和派息高 两件事是近乎一个 Mutual Exclusive的两个 event 即是两个是互相抵触的 两个情况 你很难看到股票又升得快 但是又排息高 但是又排息高 当然香港二千多的股票 当然仅会有一些例外 譬如长煞 可能是一个例外 所以他们的业务 涉足了很多 做得非常之好 但是长期下去又会怎样呢 真的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事 所以本人就是 你问我买股票收息都不建议 但买股票呢 其实你问我 这些心态呢 基本上我认为是错 你落得去股场 就要不稳定去赚大钱 如果你想稳定 那不如你买一些 一定有保证回报的债券 或者再不是 你买一家屋收租也好 因为楼的业权就是exclusive 你在A座的单位 你住在里面 你是不会欢迎人家 跟你共同拥有这个业权的 是不是 而至于债券派息呢 派息日期是肯定 和Amount是肯定的 所以这些条件 如果想收息的人 就要去留意 怎样都好 如果你说买股票的话 最好都要定期去转换 自己的投资组合 好 谢谢林sir 这么详细的 看回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问 林sir的投资意见 都欢迎你们 就是传email 或者whatsapp给我们 将你们的情况 告诉我们 然后再找林sir 帮我们慢慢拆解一下